刚才我提到了就出生人口的这个规模下降 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有一个因素呢 也是跟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是有关系的 我们初步判断这个疫情的影响 主要是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 那比如说对于未来的这个不安全感 和不确定性的这个增加 就使得家庭对未来的这个生育 可能会很犹豫 也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 再有就是新冠肺炎疫情 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减少家庭成员的这个收入 那么使得育儿成本对于生育的影响 也更加的突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 有很多的企业 特别是小微企业 它单位的这个效益不好 那么就使得工作家庭 不光是影响到家庭的成员的收入 它也会增加家庭中间的工作和家庭的冲突 增加了生育的恐慌或者是畏惧 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担心 在疫情期间呢 母婴保健啊 孕产检查等等这些常规的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些因素都会促使群众选择推迟 甚至是取消生育计划 在去年以来 其实国际上也有很多的这个研究 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死亡率 对于生育等等相关的这个影响 那么我们中国的学者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影响 目前的大多数的这个研究表明 新冠肺炎疫情对出生产生的这个冲击是负面的 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国的出生人口的这个影响 我们还在有待进一步的观察